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念书 教育部目前的规划是 招生名额不得超过各校学生总额的2% 而且不管他读的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 学费都一定比台湾学生来得高 但是也有人质疑 台湾的大学对大陆学生会有多大的吸引力 盯着荧幕打出一整串的城市码 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交换学生曹骏 正在写其中作业 同样念资讯 在台湾片中实际操作 像这个英文单字测验系统 他得自己想办法用城市码做出来 我那个桌子已经做了第五个了 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学东西已经太多了 就是动手操作能力非常有自信 在资讯的领域里 台湾学校在硬体和实际操作上 都让陆生觉得很有吸引力 但这并不意味陆生会想来台湾念书拿学位 同样是短期交换学生的刘同学就说 中国大学生竞争激烈 同侪之间读书风气盛 想念书学东西 台湾并非第一选择 坦白来说就是说这边硬件设施很好 条件比我们好 但是学生努力的程度不够 在那边考不上好大学的话 才会考虑说要花大钱来台湾念 那花大钱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去美国了 中国学生还要观望是否到台湾念书 但有台湾学生已经担心 会不会产生排挤效应 而陆生和本地生享有同样资源是否公平 教育部表示将会用名额和学费来限制 初步来规划大概是以百分之一来考量 大概是两千名左右 另外收费方面来讲 原则上是以私立学校 不低于私立学校目前的学杂会的收费 而开放陆生来台 面临少死化冲击的大学院校相当乐观其成 也有学校觉得名额还不够多 我们觉得是太少了 这个限制是太延了一点 当然有其他的考量 不过这个名额应该可以再增加 按照教育部的规划 招生对象初期限缩在公立大学招收研究生 私立大学招收专科以上学生 尽管陆生来台医院还有待观察 但教育部也担心政策冲击 因此将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进行 记者综合报道 是或论会に添导辞的状况 那个